韓萊克多巴胺美国猪肉 将于明年元旦开放进口台湾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落幕 蔡政府的对美方针持续引发质疑 东华大学教授施正峰直言 来猪的事并非不能谈 只是中国人不吃 台湾猪不能喂 台湾人却必须忍气吞声进口 而政府又说不出到底交换了什么 那么养政府不如养猪 施正峰教授指出 不介入他国内政是起码的外交常识 但民进党重蹈覆辙 只要看开票的结果 就知道开放莱猪 对美国中西部的农业州有利 特别是盛产猪的爱荷华州 至少巩固了即将下台的现任总统川普的票 让他巩固了52%的选票 施正峰批评 民进党政府健烈欣喜 公然押保川普实属不治 至于暗住更是不该 究竟谁做的决定 应该有人下台 以示负责 施正峰也感叹 悲哀的是弱势的农民 40年来依然是经贸谈判的牺牲品 施正峰认为开放莱猪进口是政府误判情势 至于是否为主动是好 外交部原先说 这是我方就整体国家利益 后来又澄清 对川普政府抛善意说并不正确 强调或美国跨党派支持 也是支支吾吾 毕竟美方两党不会反对卖东西 这样的说辞并未否定民进党是否投怀送报 谈判不需先缴械 喝咖啡聊天不需先脱内裤 施正峰教授直言 除非有不可告人之处 例如前经后械 不禁令人怀疑这是哪门值的国际谈判专家 葛奎说政府有联系讯 那么请跟国人交代到底是谁 何时答应了什么 究竟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政府 政府下台前就外交承诺形同废止 施正峰凸显蔡政府外交无能 施正峰教授强调 即使是条约也可能撕毁 除了一次性买卖 政府下台前的外交承诺形同废止 经济对话即使签备忘录又如何 由此可以看出 小英政府在外交上无知及无能 问诊病理药方全都错 只能说是草包一个 而接下来是赖世保委员 对于此篇与脸书上的发文 没错 我们辛苦缴税 压坝的政府官员坐领高薪 不尊重民意 践踏民意 明知七成民意反萊猪进口 蔡政府执意要做 蔡英文说 是要让大家多一个选择 没有叫人民一定要吃 蔡政府视若无毒 难怪很多网友质疑 将来会不会进口毒品 告诉大家 不一定要吃 人民走上街头反萊猪 蔡政府嘴巴喊要谦卑要沟通 实质更强势的推动萊猪进口 不管在野党代表人民卑微的要求 或者强力的质询 通级呼吁政府要标示萊猪 做好源头管理 蔡政府说这是歧视 会带来贸易障碍 在蔡政府眼中 不可以歧视 美国人和美国猪 但是可以歧视台湾民意 多数肉品进口商为了挽救生意 自力救济 宣示不进口萊猪 还要自动标示 无萊剂肉品 政府不但没有感到羞愧 还沾沾自喜的认为 帮政府解套 很悲哀的事实是 自力救济肉品进口商 站在消费者的利益这边 蔡政府是站在美国的利益那边 各位看完这两篇文章 会不会觉得台湾很悲哀 我们有这样的领导人 真的是我们台湾人的悲哀 本节视频就到此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